俄乌战争牵动国际金融市场 反制裁让投资人脸绿了好几天 国人投资俄罗斯基金高达4亿5千6百万美金 现在通通无法进出 关掉金融市场无法报价 因此投资人一颗心悬在那 台人投资六档俄罗斯基金 以摩根基金跟发巴俄罗斯股票基金为首 投资金额各破1亿5千万美金 瑞银 汇丰环球 野村以及百达 也都有2千万美金以上投资 总和4亿5千6百万美金 极高比重都是俄罗斯能源 物料 金融 因此现在无法动弹 每一个基金它本身都有一个基金董事会 无论是1个percent 10个percent 还是50个percent甚至是90个percent 那么他们都会依照整个国际的情势来做评估 战前不只台湾看中俄罗斯稳定能源 东欧基金成分也少不了俄罗斯 不过像是新兴基金类型 俄罗斯成分比重弱不高 因此投资人尽管会受牵连 但有其他国家标的支撑 基金会不会暂停 就看各家基金董事会决定 俄罗斯的卢布150块钱不用再贬值 第二个是俄罗斯的股市610块钱 有手的情况之下 这两个条件同时符合 第一个不用再杀低 第二个我们可以做一个缝 在市场解禁再做决定 卡关多久不知道 投资人只能继续等下去